今天我們要開箱一個很特別的東西喔 大家都知道我很喜歡的假面騎士呢 沒錯今天我們要來開的就是這盒真骨雕 PB限定真骨雕NeoDK 大家有看死亡的都知道他是誰吧 如果不知道的朋友呢 去看死亡 雖然我個人是沒有很喜歡死亡這部作品 但是那個假面騎士DK Destiny嘛 所以OK的 看到DK表演就很秋 我們現在把它打開 這一盒呢是我跟我們阿布雷的姚哥去收的 他用很正常的價格 這是原價賣給我 因為那時候我缺錢沒買到 那現在呢 欸 有一點點存款了 所以就可以買了 那我們可以打開這個盒子 就是 PB的盒子喔 魂商店可以看到 這邊有魂商店的標誌 聽說啦 現在這一盒已經炒到四千塊是不是 好總之 就是這樣 決一個樣子 我們的 假面騎士DK NEO Decay Driver Version 差別在哪呢 應該有不少人會想問差別在哪 它的差別就在這邊 它的腰帶 變成品紅色的 那其餘的部分 基本上都跟DK原版是一樣的 OK那我們就一起來把它打開吧 好打開 很簡單耶 這樣子 就這樣放著 那中間有一個說明書嗎 算是 大概有教你怎麼玩啊 嗯 配件非常少 比較多是造型手 它後面還有寫一個說 真骨雕是什麼 它用骨骼為基底 然後慢慢一層一層堆疊出 我們的英雄的樣子 再現出它的樣子 這就是真骨雕製法 那其實不瞞大家說啦 這是我第一盒真骨雕 第一盒就獻給我最喜歡的 DK的 它有Mateau 我也很喜歡Mateau 把它打開囉 好 好這個包裝非常的簡單 然後 這邊 有 可以看到它的劍 然後槍 欸這是書本模式 這是槍模式 那它的造型手跟 所有的 騎士卡 還有一些技能卡啦 這個可能之後再補拍吧 那我們就打開這個模型 這下面還有一層嗎 你看看喔 沒有了 但是有很濃的新模型味 好那我們就一起來玩玩看 這隻真骨雕吧 喔 這個 這個 好帥啊 好第一眼對它的印象就是 你仔細看頭部的地方 我知道這個真骨雕一直都是 以還原劇中感為基底去設計的 不過這個頭雕真的 非常接近電視劇體看到的樣子喔 整體而言的造型感我看起來 就有一個感覺就是厚重 DK的 因為腳甲這兩塊大腿的緣故 這兩塊大腿這邊盔甲緣故 我自己看起來有一種 比較胖嗎 或者是比較雄壯的感覺 霸氣 其他的細節像是腰帶也完全沒有 沒有偷懶喔 你們看 銀色這一圈塗得非常的好 這18個文章都確確實實的印下來了 所以 我的相機可能還是 沒辦法把它的細緻表達出來 有點可惜喔 不過不知道為什麼我這一隻的腳甲這邊 看起來有點黃黃的 那我們來玩玩看它的可動性 這個 可動來講應該是完全沒有問題啦 我隨便擺幾個POSE喔 啊 肢解了 欸這個 這個 好很還原人體喔 德泰兄會肢解 他隨便擺個POSE都很有 還原劇中的感覺 就是 你看 你們看看 這樣 這樣抬頭有沒有 非常的帥 而且 我還有很多配件 看這把劍 這把劍的做工也是完全沒有馬虎 你看這樣子 欸 這 喔 真骨雕就不能 大量製造嗎 我覺得這個系列還不錯耶 而且他做好慢 希望能做快一點 好總之 相當的滿意喔 那我們就來看看細節的部分吧 Let's go 好的 那麼這一次我們的假面騎士 DK Neo Decay Driver版本呢 他也是做得非常的漂亮 完全對得起他真骨雕的名號喔 無論是可動性上還有做起動作來的真實度都非常的高 我可以這樣子講幾乎是放一個小型皮套在你家裡 可以看到各種姿勢都難不倒他 而且因為有人體的骨骼作為基底做起來都非常的有真實度 在各個零件的塗裝跟編排上面都非常的用心 如果是高手拍照的話我相信有些人根本分不出來這個東西 是玩具還是皮套 這次的作品呢在武器的刻畫上面也沒有馬虎 就算是這麼小的比例也可以看到DK的標誌在武器上面出現 如果真的要說哪邊很可惜的話 我想應該是沒有奉支架這件事情 因為假設有奉支架跟一些些的特效 相信擺起POSE是非常帥的 特別是我很想要還原騎士T 但是因為沒有支架所以可能就沒有辦法 如果是第一次購買可動玩具的朋友 可能需要先買一個支架 但我覺得這不會影響我購買的慾望 總體而言這支DK呢雖然還是有一點點的缺點 那我在這邊先講了 我覺得他的手有點短 實際上真骨雕系列的訴求就是要還原劇中的比例跟姿態 那在這點上面我認為他完全沒有問題 這支新腰帶版本的DK我認為沒有買到上一版真骨雕的朋友是可以做購買的 但是如果你有買到的話 可能不會那麼推薦你去做購買 打個分數給他應該是在8分 好啦那這就是今天開箱這支DK的 NEO DK DRIVER VERSION的開箱影片 就是新十年腰帶的版本 我覺得這一支買起來 說真的你放在家裡喔 我只要看到這個我會想到那個DK說教的音樂 對看到他會想到門死士的聲音跟那個音樂 很可惜我今天沒有帶那個相機啦 不然應該會更有加入DK世界觀的感覺 你還有辦法買到原價的朋友 我覺得一定要去做購買 因為說真的雖然我覺得他腿很粗有沒有 但這就是原作設定阿 我們不就是要能在家裡體驗小小攝影棚 自己演出自己的特色的感覺 所以才買這些玩具的嗎 我個人覺得這組真骨雕 雖然是我第一支阿 無從做比較 但我滿滿意的耶 說真的 我這邊有一支METEO 就是SHF的METEO 那一組METEO 基本上他還是有一些地方很明顯 是為了做玩具 所以才做取捨的 比如說一些關節的部分 那這支 無論是關節的交接處 或者是 或者是他不同質感的塗裝的碰撞 比如說這塊腿甲的部分 很白色的地方 是亮色的 是反光的質感 但是這邊 卻是霧面 所以他們是非常用心 在這款DECAY的質感編排上面 我覺得非常的舒服 而且頭雕真的是做了喪心病狂喔 個復顏 真的是不跟你開玩笑的 有夠誇張 總之有機會購買 你的朋友一定要去購買 那能的話呢 希望下次再有這些商品的時候 一定 一定要去買第一手的 個人是真的不太喜歡這個漲價的行為啦 就 你知道 很讓人頭痛啊 有些人真的想買 人買不到 很困擾啊 總之這支真骨雕DECAY的開箱就到這邊 如果你喜歡這支DECAY一定要去買喔 然後如果你喜歡這支影片呢 或者你也有買這支真骨雕 或者你對真骨雕有什麼看法 你自己也收藏了很多這些玩具的玩家 歡迎在影片下方 做推薦 對這支影片有什麼看法 也麻煩在影片下方留言 討論讓我知道 那我們就喜歡訂閱加分享 那不要忘記打開小鈴鐺喔 因為訂閱了 不見得會跳出通知 讓你知道有新影片出現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見啦 掰逼 Directory 這個事情就在來有水 滑立 What's this car? 驚くのはまだ早い 什麼事? yen 變身 HP HP 這個節目是 麻煩訂閱新的頻道 的提供 麻煩 愛 愛